我們現在就來做看看 我們在ForeShop這邊你把剛剛的這個圖 找好之後 這一張我可以先複製到剪貼布上面 我可以把它先複製一下 等一下我就可以直接在裡面貼上 那麼我們要做這個之前 建議大家你要做這樣的動作就是消失點的時候 請你最好都怎麼樣 新增一個空白的塗層 也就是我現在貼進來是在這裡 如果我直接在這一層做 待會做完之後那個Logo就黏到同一層裡面 你要後悔的時候是不是就不方便了 所以我通常會增加一個空白的塗層 好有沒有我增加一個空白的 那我從這裡再進去做 我們消失點是屬於一種濾鏡 那這個濾鏡呢 你看在這裡有沒有 這個濾鏡我必須跟各位講 有一首歌你並唱過 小時候有沒有聽過五姑婆 有沒有聽過有對不對 請問第1句怎麼唱 好久好久的故事 有沒有 因為消失點 已經出來很久了 好嗎 呵呵 好來我們看一下 消失點 按一下 那你進來之後呢 會長得像這樣子 首先第1件事情 因為他並不知道 你的這個 透視的角度是怎麼樣 所以你需要 先有左手邊 這裡 你看第2個 要先建立平面 不然的話 你會發現左邊這些工具有沒有都不能用 我們來試看看 從這邊 好 我這裡 就先抓他一個面的透視角 他就是類似多邊形 那我到這邊 可以囉 點下去 有沒有一個面就好了 但是呢 如果你的這個面 他認為 不太對 也就是說你的那個透視的角度 不太對的話 你看喔 他這邊 如果他出現的 可能是這樣子 有沒有可能是黃色的 也有可能是紅色的 那就表示 紅色的一定不對 就表示你這個透視點 不太OK 如果是黃色的 也許勉強可以 但是我們盡量 建議大家 可以的話盡量調成 藍色 好那你這個 面做好之後 你會感覺到 左手邊 有沒有工具通通跑出來了 通通可以用的 那麼 接下來 請你用第二個工具 要建立平面 什麼意思呢 我們現在 透過 第一個工具 建立了這個面之後 其他的面呢 必須要怎麼樣 由中間這個點 往外延伸出來 你今天 如果不是用 這邊延伸出去 而是怎麼樣 我重新再 類似我們第一個做法 我再自己再拉一個 很抱歉這兩個 就是獨立的 這樣了解嗎 因為呢 他必須要根據 第一個的這種透視角 去產生 旁邊這個拉出來的面 好這樣他們兩個才是一起的 所以你來看這邊看 我現在選到第二個 有沒有 一樣這個 按住他 滑到這個點上的時候 就會像這樣 如果不是 他變這樣 有沒有 建立一個獨立的 滑過來 按著 往外欲拉 有沒有一條 跑出來的 另外一個面跑出來的 這位同學你這樣子 看著你在外面 吃東西 哈哈哈 那你等一下要拍一張給我們看喔 還有誰在那裡 好 沒關係啦 等一下給我們看一下 你們在吃什麼好吃的 來 那我們在這裡 這邊 你拉過來之後啊 這個角度是不太對 所以我就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可以調整 可是你在調的時候當然要符合他的透視角 所以像我這樣這個樣子就不對 他變成紅色的 你看我再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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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 有沒有變了 所以我現在這個面跟這個面 他們兩個其實是黏在一起的 你看 這樣子 就OK 好那 我剛剛有沒有把我那張圖就 複製在剪裂部 如果萬一你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先按確定 沒有關係 你就先出去 來外面這邊把你的Logo 複製好之後 重新再進來 你看我現在一樣點到他對不對 重新再進來 那這裡呢 消失點有一個特色 什麼特色 我們平常如果 同學你用濾鏡的時候 我如果像剛剛的情形 已經按下確定了 請問 這裡 原本的設定是不是拋進去 你就沒有了 那我們消失點的話不會喔 除非你把它 重設或刪除 不然的話你雖然按了確定 但是呢 這些網絡狀 他還會幫你留著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 你看我現在進來了 那我就按Ctrl加V Ctrl加V 有沒有Logo進來 但是這樣太大張了 怎麼辦 請問各位Photoshop 你在放大縮小的時候 變形的時候 你用哪一個快速鍵 是不是Ctrl加什麼 是不是加T 這裡也可以用 或者你要用這個也可以 意思一樣 那我按下Ctrl加T 我就來這邊把它縮小一下 按出去 等比例的縮放 來 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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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這張還蠻大的 來 你看 你有沒有感覺我的Logo 已經可以在裡面走來走去了 那你發現這樣跟你以前 用蠻幹的有什麼不一樣 以前如果你是 直接調整 雖然也可以做到類似的 但是你應該知道 我要轉個彎 應該有困難吧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重做好多次 可是我們像這樣子是 你就比較感覺 它就像立體了 這樣了解嗎 那如果我上面要上去 你覺得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我們剛剛有沒有畫這個面 這個面我們是沒有畫 對不對 所以你要延伸可以 一樣用這個工具 從中間 把人家延伸出去 這樣子就出來了 等於說我用這個去模擬它 但是這個啊 你因為剛剛已經 我已經操作完了 所以說它現在就上去了 就不能再動 所以我必須在Ctrl加V再貼一個進來 Ctrl加T 來我再手機做小一個 早知道就不要那麼快就放下去 好 上來上來 其實我上來 這樣就看到 所以其實呢這個功能老實講已經存在很久了 只是平常大家比較少在 有沒有這樣滾上來 這樣可以吧 所以 你如果要做那種像那個 有沒有法院的封牆 還是像貼紙 我把它 彌封起來 這樣就簡單啊 就做好了啊 你也不用在那邊調 但是呢 它有一個限制 有什麼限制 如果我想這樣子 你覺得這樣 對嗎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是三個面都用到 當它變成三個面都用到的時候 它的角度其實是不大對的 所以 我用兩個面OK 用這樣兩個面是不是都可以 但是三個面一起 你有感覺到不一樣嗎 這裡是被吃掉了 好所以呢 三個面 在這邊就不太適合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 這種方式的 消失點 因為 各位你看到它的工具 其實就是 只是利用一個 網核狀產 那個透視的 透視的角度 所以這種方式指示了什麼 就是這種 盒子型的 你今天如果是不規則型的 那你就要回去 上學期找廖老師 因為 廖老師那時候有教 dimension 有沒有 另外一個 給包裝設計用的 平面設計師的工具 就平面設計師來 學3D包裝的 那個dimension 你要用那個工具 效果才會比較 好所以呢 傳統的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做 就是只有 平面的 像這樣子做OK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麼你完成之後呢 我就可以按這樣確定囉 來你看一下 這裡 因為我們剛剛特別強調 你看一個新的圖層 有沒有只做在這裡 所以你今天不滿意他的時候 眼睛關掉 可不可以重做 可以 好所以你千萬不要做在這個圖層上面 這樣他就合在一起了 那你就只好 如果沒有保留原子檔 就只好重新打掉在 這樣會不會用呢 好這是我們在 波效3D 就是 你所用的消失點裡面 你最基本的 他是這樣的用法 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介紹 他怎麼變成波效3D的 這個部分 再變成真正的模型 然後呢 怎麼樣跟我們AE做結合